好,我们昨天报道房市投资大户勇哥黄勇毅涉嫌利用人头炒房逃漏税多达十几亿 而经过检察官漏夜征讯,勇哥今天被法官裁定收押 他的妻子则是以八百万元交保 黄勇毅夫妻在检方约谈时态度大不相同 黄勇毅完全否认犯刑,并且强调相关的税金都已经依法申报 不过他的妻子郭芝芬则向检察官坦诚犯刑 还说出了利用人头买卖房地产的细节 至于昨天传唤的其他涉案人员,有七个人交保 另外四个人被赤回 检调单位今天又约谈了14名人头户进一步厘清案情